哈喽,我是老黎 我觉得我还是要说一下我跟王丹那件事 因为很多人在问,说这个你们俩怎么了 发生什么冲突吗 好像这么有一点 昨天在clubhouse上面 就是那个聊天群的那个app 当时在的人他们听到了 不在的人就没法听到 所以说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是 我可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角度 这个是很关键的 就是你别听我说完 你觉得好像你了解了整个一件事 全面了解,不可能 这个是我的角度,好吗 好,那么这个王丹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我不得不说我有点鄙视你吧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谁猫腻我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是 一个会中文的老外 你应该知道六四,对不对 王丹那些学生领袖啊 那些民运啊啥 王丹去搜 回来我们再说 我老雷我跟那个王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是没有见过面呢 没有两个天呢 我知道他存在 有的时候会关注他的一些新闻 但是那样吧 大概四个月之前 我是在推特上面看到一些 我关注的人 他们开始吐槽王丹 有一种抱怨的那种语气 在那说这个王丹 为什么他也成了一个川普 在那抱怨 我听他们那样说或者是我看到他们那些推文 我也觉得遗憾 我也伤心 我觉得可惜了 但是我当时就是那个时候 我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反正对我个人来说呀 我见怪不怪 我觉得这些民运或者是那些所谓反共那些圈子里面吧 川粉不是多的是吗 就感觉好像当个川粉是一种常态 你不是川粉才怪 所以说现在又多了一个川粉 一个王丹 我觉得可惜了 但是我又难得去管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不想去调查他到底是不是川粉 我不想去看他是一个高级川粉 还是一个石头剂或者啥 我难得管 我可能要先说一下 我为什么会觉得他当川粉可惜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看过我的其他的视频没有 我是对川普有很严重很严重的意见 别理解错 我的这些意见不是因为川普是右派 也不是因为川普是保守派 或者是所谓的保守派 我自己是左派没错 我自己比较开放没错 但是如果说你把川普换成一个Mid Romney 或者是一个John Kasich 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们还是可以讨论我们的一些 对政治的一些不同看法 但是我会觉得世界或者是一个社会 它需要左 需要右 需要开放 需要保守 这是完全合理的 川普我反对他是因为我认为 川普他骨子里是一个有独裁者的那种形象的人 想当个独裁者 我没有说过他当过独裁者 没有 现在退休了嘛 对不对 或者是休息了 高费球 对不对 在马尔拉格 那不是因为他不想 是因为美国那个体制不允许他 有大选 大选结果他不想接受 还是必须得接受 拿回家了 但是在我看来 他不想接受 他想继续干 就像我儿子习近平 当个皇帝一样的 当个独裁者 那么我为啥这样认为呢 首先我刚才说的嘛 这个大选的结果 他不愿意接受呢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平时看一些像石头鸡啊 或者是江峰啊 或者是那些什么新年来吧那种 低级传绯的那种频道 他们可能会跟你说 这一次这个美国大选有质疑的一些点 有有作弊或者啥 不好意思 这一次这个美国大选 在各种地方有有调查 州政府调查 独立法院调查 媒体调查 NGO调查 有问题吗 有问题 有大规模问题吗 没有 有小规模的吗 有 是不是每四年都有 有 这一次这个美国大选没有大规模问题 跟平时一样有那种特别小规模的那种小问题 跟平时一样 这个大选是 这个结果 如果说作为一个川普 最开始 你要打官司 你不想接受 我勉强支持 我觉得法治 好吧 这个是你的权利 但是玩到某一种地步了 我觉得那你是不是要想当个赌产的 对不对 而且往那中你还让你的支持者冲进那个capital 那么那种事情你作为一个左派的也好 右派的也好 开放的开放的一个人也好 保守的一个人也好 你应该看清楚了他的他的他的本色 不是吗 而且川普玩的那种个人崇拜 拜托 其实某一种意义上你可以说 好吧 所有的成功的政治人物都 多少都要依赖自己个人魅力 对不对 比如说奥巴马 玩这一套玩得很成功 很会演讲 很帅的一个人 但是 川普还是很特殊的 各种 我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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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有多么的成功 他多么有钱 他的那个钱能能调查吗 不是 他家族有多么的成功 他老婆有多么的多么的好看 他连打高 高富桥有多么的棒 他有多么的聪明 诸如此类的那种事情玩得很多 你去看 他的支持者 他有多少个脑残粉 其他的一些政治人物 有多少个脑残粉 我现在看美国 我唯一一个 我能 比较的是Sanders 他确实有那种热血的那种粉丝 但是 热血没有到川普那种地步 而且数量也没有到川普那种地步 因为Sanders 多多少少 也不会玩那种个人崇拜 然后其他的呢 我刚才说的一些什么 Mid Romney 或者是John Casey 或者左派的一个什么 拜登 他不会玩那种个人崇拜 对拜登的支持者是 一般都是很冷静的 说挺好 那么川普那一套 玩个人崇拜 我觉得很危险 他对权力的那种欲望 我觉得很危险 民主不是你有了一次 你就一直有着 要保护的 那么过去四年 川普是一种很严重的一种挑战 这个说明我觉得 他每一个政策都错吗 No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 那种形象 我觉得相当危险 我反对 好 说那么多 我觉得作为一个王丹 甚至其他的那些民运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意见领袖 当时六四的时候 愿意为中国民族化 去上街 去说话 去付出代价 去牺牲 我觉得 恰好那些人 现在过了三十年 去支持一个小川普那种人 心里有独裁倾向的那种人 那我就很可惜了 但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也见怪不怪 对不对 我拦着去管 好 这个是四个月之前 美国大选的时候 我听说 好 王丹是一个川粉 然后我就 好吧 我伤心 但是我拦着去管 大概两三周之前 我在clubhouse 就是那个聊天学 那个app 我碰到这个王丹 好像是 我忘了是我自己开的一个房间 一个聊天室 还是其他很开的 反正 我那个时候有话语权 我可以说话 然后这个王丹也进来 他也可以说话 我就听他说 然后我有一点 有点吃惊了 说实话 因为我当时我觉得 这个人 这个王丹 说话 不像一个那种 典型那种 不是那种 充满阴谋论 或者是一些那种 很虚伪的那种逻辑 就看似是逻辑 其实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人 我觉得说话挺 Nuanced 我不知道 用中文这么说 这个词 我记得 我当时也说了 Nuanced 就是会注意到细节 所以说 我那个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 这个王丹不好意思 我听说你是川粉 但你现在说话 我感觉很Nuanced 我觉得这两个 说不到一块 你要么说话 Nuanced 你要么是川粉 他那个时候 给我的一个回复 我说 我不是川粉 我不是谁的粉 我不会粉任何人 我是觉得 川普的某一些政策 我比较支持而已 当时王丹 王丹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那个时候 我没有时间 跟他继续交流 我要往其他的事情去的 但是他那句话 我一直记得 我一直在想 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因为 我听那句话 我第一个反应是 嗯好 你只不过是支持 川普的一些政策的 你不是他的粉丝 OK 但是我一直觉得 有点怪 有点哪里不对 你知道吗 就是听起来有道理 但其实没道理 那种话 结果我去看了一下 他的那个Twitter 就看他 这些 发的那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样 发现还是 有一点诡异 但是我也没有去管 我觉得好吧 这个人就这样 完了之后呢 我昨天 我在 又是在 Klumbo上面 我看到了一个 聊天室 一个Room 那个Room的题目 我具体我也忘了 但是反正 大概的意思是 反对 共产党 但是还是要吐槽 一些像网丹 或者是 心里奶爸 那种 那种人 就是 我那个时候 我看了那个 标题 我想 像王丹和 心里奶爸 那种人 我觉得这个标题 非常奇怪 就是为什么 你会 画灯号 好像王丹和 心里奶爸 有任何可避性吗 这不是 侮辱了王丹吗 有一种 好奇心 我还是点进去听 在那个房间里面 到底都在说什么 几百个人在那吐槽 这个王丹 还有另外一个谁 还有这个心里奶爸 我进去听 我发现 大部分人 是对 无论对王丹 还是对心里奶爸 还是对另外一个谁 有意见的 批判性的看他们 就是吐槽他们 几百个人在那 有一些 不多 可能有 十分之一 或者十分之二吧 是编户 这个为 为这个王丹和心里奶爸 这样编户的 但是大部分人 是吐槽他们的 我那个时候 在那个聊天群 我 我说实话 有点不舒服 就是 怎么说 我觉得 首先你把王丹和心里奶爸 放在一块了 我就不合适 其次我觉得 他们明明 有这个clubhouse账号 但是你又在 他们背后说他们 我感觉有点低级 我不觉得有什么 原则上的问题 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 对不对 跟我一样的 我老雷 我写书 我发这些视频 我和我的那些 社交网的那些账号 那么 我完全接受 如果说其他人 要在他自己的频道上面 吐槽我 我不会觉得他 好像 他的这种行为 不符合道德 我会觉得 OK 因为 我已经接受了 我是一个公众人物 我自己选的 那么 你就自个儿 吐槽我 或者是批评我 或者说我 对不对 在我背后也行 那么他们也是 但是 反正我感觉有点怪 所以说 那个群子 那个聊天室 我待了一会儿 我就推出去了 忙其他的事情去了 完了之后呢 也还是昨天的事 我又看到另外一个聊天群 那个另外的聊天群 那个题目 那个标题 我更忘了 好像是 吐槽之前那个聊天群 之前那个聊天群 大概是反对共产党 但是还是要吐槽王丹和新义奶爸 然后之后的那个聊天群 就是要吐槽那个聊天群 所以我点进去了 又是几百个人在那说 而且那几百个人当中 一个是王丹他自己 我就听一会儿那个气氤 那个气氤 跟之前那个是完全反过来的 这是大概 十分之九的人都是 请这个王丹的 都是支持他的 然后十分之一的人 是觉得这个王丹 作为一个传言粉人 还是有问题 在那批评他的 但整个这个气氤呢 我说难听一点呢 有一点感觉好像是 王丹的大部分的一些支持者 是脑上粉 有点那种 不是说他们没有水平 其实也没有水平 但是关键是 他们是无条件的支持这个 王丹 而且哪一些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一些事情 在那边胡 说首先 咱们说这个 因为王丹 当时六四的时候 他的付出那么大 就是他是 他是这个学生联系挖傻 被抓了什么的 所以你现在不能说他 那我觉得 为什么 就是这两者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一定的一个 一个什么联系吗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 我哪一个不能批评吗 就好像你要造神吗 有的人会说 因为那些批评他的人 或许没有为中国民主化 付出了 付出了一点什么 没有做什么 所以那些人 是根本没有资格 批评一个 为中国民主化的 付出那么多的一个他 我觉得这个不是典型的那种 五毛的那种逻辑吗 说中国政府你不能批评他 因为你又做了什么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e be 不就是这个逻辑吗 我觉得你 你拿这种逻辑去 去为王丹说话 我都替他脸红了 对不对 诸如此类的那种话 多的是 就各种 无条件的支持王丹 各种 哎呀王丹先生啊 王丹老师啊 这种语气 你懂得 这很 很官腔的那种语气 我反正在那里 听得我有点头疼 结果呢 我 我还是举手了 我 我也要说话 因为我 他当时说的那句话 说那个 他不支持川普 但是他支持他的一些政策 而且我对他的 推的这个观察 那我觉得我还是要说两句 结果 等了半天 轮到我了 我说 首先 我觉得 过去和现在 可以分开看 就是过去 六四那些 那些 那些事情 那些贡献 我觉得存在 但是 现在他的一些行为 可以分开看 我们就评论这些行为嘛 就是 就是论事嘛 而且 我对王丹有意见 因为我认为 他说的那句话 说那个 他不支持川普 但是他支持 他的一些政策 这句话 你可以说 但是 你得非常非常小心 一般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不是刚才 已经解释过了吗 这个川普 是一个玩个人崇拜的 一个政治人物 而且是一个 很有影响力的一个 玩个人崇拜的 一个政治人物 一般的一个政治人物 像比如说 Romney Kasik 你可以 或者是 Biden 你可以说 我不支持这个政治人物 但是我支持 他的一些政策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些政治人物 他 主要是 以政策为主 以意识形态为主 以想法 或者是理想为主 但是川普 不好意思 他不是 他不是 以政策为主 无论你支持他 还是你反对他 你不得不承认 他是以自己为主 以自己的形象 作为一个玩个人崇拜的 一个政治人物 你 他其实 川普 某一种意义上呢 是他设计的规则 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是 你如果说支持他的 某一方面呢 说明了 你支持他的全部 个人崇拜就是这样玩的 我可以打个比方 我老雷 我觉得 我真心竟然觉得 我觉得中国现在有那么多高铁 我觉得挺好的 那么我知道 高铁这件事啊 不是我儿子 习近平他自己搞的 是之前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他继续了 也不错 他努力了 OK 小学生很棒啊 那么我可以说 我觉得习近平这个高铁搞的不错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习近平是一个玩个人崇拜的一个 所有的一切都 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政治人物 对不对 一个独裁者 那么 我要是说 我觉得他的这些高铁不错 我是不是应该加一句 但是其他的一些 他的政策 或者是他的这种个人崇拜 他的人我还是反对 我是不是应该最好怎样加一句 对不对 玩了一次 说了一次 没关系 但是说了两次 说了三次 比如比方说 我说习近平他的这些高铁 我觉得不错 OK 我这样说了 完了之后 我说他的一些高速公路 我也觉得不错 OK 我发出去了 第三个 我说他的一些 脱困的一些政策 我觉得不错 那么我如果这样说了 我 我 我连续三次这样说 我觉得这个政策 那个政策 那个政策 我觉得不错 他作为一个 玩个人崇拜的一个 政治人物 我儿子习近平 我是不是应该加一句 但是 我还是反对他 如果我不加这句呢 其他人会不会觉得 这个老雷是不是支持习近平 我不知道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 川普是一样的道理 你不能连续说 哎呀 这个政策我支持 在这个方面我也支持你 在这个方面我也支持你 但是你不加那句 但是我原则上还是反对你 因为你对美国民主的这种 有害 你的这种 我个人崇拜的那些 独裁倾向的那些行为 有害 所以说那些我还是反对 你不加这句了 别人会说你 你是不是一个川粉 或者是你是不是一个西粉 我希望我这样说的明白 反正我当时在那个 Clubhouse那个app上面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 网站说我支持川普 他的一些政策 我不支持他的人 有一点狡猾 而且我不是刚才说了吗 我还看到他的推特吗 推特上的一些东西 他发的一些东西 还是真的有点怪 有点诡异 就是说难听 我无法把它take seriously 我举了一个例子 我说 我看到了一个网单 他发的一个推文 那个推文是一个 拜登的一个截屏 一张图片 拜登在那站着 举着手在那站着 这样回首 然后那个网单在上面加了一句 说这个字式很眼熟 我看了 我是德国 我看了那个图片 拜登 这样 加上网单的一句话 我第一个反应是 网单是真的在那暗示 拜登这个姿势 让他联想到希特勒吗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低级了 对不对 拜登是一个 你可以不同意拜登 我有很多不同意拜登的一些地方 但是 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对你那时候或许太拙的一个政治人物 不管个人崇拜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政治人物 以政策为主的一个正常的政治人物 你把那种人比坐上希特的 我会觉得 不好意思 从现在开始 我无法把你take seriously 这个连个笑话都不是 连个 你说哎呀 我不是真心的 这是段子 我无法把你take seriously 我说那句话 我说 不好意思 你那个推我看到了 我觉得不是很好 网那时候 网单他说 我从来没有发过这种推 你可以批评我 你可以批评我说的话 我的观点 但是你不能拿一个 我根本没有说过的话来批评我 网单是那个时候 在clubhouse上面 直接跟我说的 我那时候愣了一下 我在想 难道我记错了吗 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回去 我发了他的那个twitter 还真发现 是真的 这是我没有记错 他就是这样发的 那个 那个 拜登的那张图片 加上他的那个 这字实很眼熟 我又回到这个clubhouse 我说这个 网单不好意思 你刚才 否认他的存在的 这个推文 我给你转发了 用我两个账号 一个英文的账号 一个中文的账号 我给你转发 你看一眼 你到底有没有发过 那种东西 于是他消失了 回去看了 再给我一分钟 又回来了 说老雷 你是错了 你理解有误 我暗示的 根本不是希特勒 他的那个手势 我暗示的是 毛泽东 这个字实很眼熟 不是因为希特勒 是因为毛泽东 我那时候 我老雷 我听着他想有道理 因为我确实 我是一个德国人 就是你跟我把一个 这样的手势 一个字实 你跟我说很眼熟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暗示的是希特勒 对不对 我们自己德国历史当中的 一个怪物 一个独裁者 你一个中国人呢 你或许会想到毛泽东 但是我又反应过来 我在想 那又怎样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你网单 你暗示着这个拜登和毛泽东 有可避性 不是吗 好吧 你没有说希特勒 你说的是毛泽东 于是我问他 我说 那你觉得 中国的希特勒是谁呢 是不是毛泽东 你觉得这样恰当吗 把一个拜登 一个正常的一个政治人物 跟毛泽东比起来 是不是恰当 结果那个时候 他的那些支持者 又跳出来 说为他辩护 我记得有一个什么 淡麦的一个 感觉挺脑残的一个 他的支持者 说那个 不好意思 这个毛泽东和希特勒 是没有可避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希特勒杀的是外国人 毛泽东杀的是国内人 那这个也是个论点吗 好吧 这个事情就到这了 这是目前为止 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发过这种推 好吧 我发了 但是我暗示的不是希特勒 而是毛泽东 因为有一个单词 叫Crypto C-R-Y-P-T-O Crypto 你可能说那个Bitcoin 就知道了 Crypto 就是类似有一个什么Code Crypto 一个那种 你要解读 你可以在一些其他的一些词 前面加上Crypto 然后就比如说 有一些人 他是纳粹 但是所有他的行为 所有他的观点 很明显他是纳粹 但是他又不想其他人发现 他是纳粹 所以他会说我不是纳粹 那种人 你可以形容他为Crypto 纳粹 就是他有一个Code 我觉得这个 王丹 那种人就是Crypto Trumpist 或者是Crypto 穿粉 不想让别人知道 自己是个穿粉 然后就说 我只不过支持他的一些政策 只不过我发了一个什么推 说这个Biden 我把他比较成毛泽东 但是我不是纳粹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不好意思 我有点失望了 你当时六四的时候 你当时上街是为了什么 你现在过了三十年 你又干了什么 你正在干什么 我是不是可以有点失望 Peace